星期六的修为练习 正见 留意自己的念头和想法 做有意义的思考 逐渐的学会分辨本质重要的 和非本质不重要的 永恒与无常真理和信念 在倾听他人说话时 试着以一颗完全平静的内心 排除他人会认同自己的期待 放弃所有的同意或不同意 排斥或批判 甚至与个人的想法和感受 因此我们的心被看管着 而成为一面外在世界真实的镜子 慢慢的不正确的思维和念头 将由我们的心中排除 这便是正见